烈圣古礼 安拉禀赋于人 一些能使人的禀性更加高尚 形象更加完美的生活礼节 这些礼节 也是古代烈圣所倡导的 故称烈圣古礼 圣妻阿依莎为我们祭述了这些古礼 据他传述 安拉的使者说 古礼是十件 剪唇姿 留胡须 用牙刷 镜鼻 剪指甲 洗指节 拔叶毛 剃阴毛 镜下和竖口 第一件古礼 用牙刷 也就是刷牙 用牙刷树枝或一般牙刷等刷洗牙齿 刷牙有很多益处 比如清除牙齿及口腔内的食物残留及异味 使牙齿更坚固 口气更清新 声音更洪亮 使人的精神也更加愉悦 刷牙 刷牙在任何时候都是可加的盛行 安拉的使者说 刷牙可清洁口腔取悦安拉 在座小镜时刷牙 在座小镜时刷牙是受强调的盛行 安拉的使者说 要是我不担心 回家进门回家进门时刷牙 是受强调的盛行 圣门弟子米格达德通过其父传来 我问阿依莎 安拉的使者 安拉的使者回家时是怎样进门来的 他说 他刷着牙进门 睡眠醒来后刷牙是受强调的盛行 圣门弟子胡宰夫传述 先知每当夜间起来礼拜时 必先刷牙 未读古兰经刷牙也是受强调的盛行 哈里发阿里曾命人在读古兰经时刷牙 他说 先知说过 当一个人刷了牙 然后站起来礼拜的时候 有一个天使就跟在他的后面礼拜 倾听他读古兰经 然后接近他 直至与他口对着口 他所读的每一句经文 都进入天使的胸腔 所以 你们读古兰经时 应当清洁你们的口腔 第二件古理 竖口和呛鼻 竖口 即口含清水 洗荡口腔 呛鼻 即把水吸进鼻孔再喷出 以清洁鼻腔 第三件古理 静下 即大小变后 用洁净的水洗净前后翘的污物 第四件古理 简存资 指简短存资 以显得美观清洁 同时也表示 区别于非伊斯兰民族 第五件古兰民族 留胡须 替胡须 是受禁的行为 哈拉姆 因为传自先知的所有关于胡须的胜训 都是要求续胡须 而非替胡须 先知在一段圣训中说 你们要留胡须 简存资 应和义物配主者做出区别 第六件古理 剃阴毛 即剃除阴部毛发 第七件古理 割理 即通过手术 切除包裹男性生殖器龟头的过长的包皮 第八件古理 剪指甲 即剪短指甲 不是其长得过长 第九件古理 拔叶毛 即剃除腋下毛发 以使腋下清洁卫生 有效减少腋下异味 四十天不剪指甲 不拔叶毛 不剃阴毛 不剪唇子等行为 是非常可赠的 圣门弟子 安安斯传述 他说 安拉的使者 为我们规定 至少在四十天内 剪唇姿 剪指甲 剃阴毛 拔叶毛一次 第十件古理 洗指甲 指手脚的指关节处 也包括洗耳朵 脖子 肘关节 及膝关节等容易机构的部位 指甲 监